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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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大家好 我是新院術只能教所負責人 只能教師陳怡男 您現在正在收看的是MOM TV 其實一個孩子一歲三個月左右 就要開始學自己吃飯了 然後大概兩歲半之後應該要吃得很好的 那你發現吃飯吃得越好的孩子 就越有成就感 越容易把這個事情做好 那我們如何教為孩子自己吃飯呢 其實用遊戲的方式就還蠻不錯的 例如說在伴家家酒的時候 就請小朋友用湯匙咬一顆豬子 然後去餵小熊吃啊小貓吃 這個過程中就可以練習一些吃飯的一些動作 那關於一些吃飯的不適當的一個行為 例如說 小朋友常常吃飯看電視一邊吃飯在玩玩具 然後爸爸媽一邊吃飯看三星用品 這個都是影響小朋友吃飯的醫院的一些殺手 然後另外呢就是孩子吃飯的時間不規律 可能爸爸媽媽煮飯的時間不規律 我覺得這個都會影響到孩子的食慾 或影響到孩子吃飯的行為 那有些孩子吃飯的時候會故意吵鬧 或是挑食的問題 尤其是挑食的問題也是家長常常傷腦筋的 那孩子為什麼會挑食 那就可能第一個有可能家長煮的東西 不是孩子喜歡吃的 所以這方面應該可以跟孩子多溝通 或是說這個孩子從小的口腔自己就不煮 例如說該吃副食品的時候家長忽略了 或者是副食品的一個多樣性沒有很豐富的時候 就減少了寶寶口腔相關的刺激 然後另外一方面就是孩子喜歡吃零食也是很大的問題 只是零食吃太多了吃太飽了當然正餐就吃不下了 或是說有時候我們要關心一下 孩子如果當偶爾幾次沒有食慾不想吃飯的時候 也許不是他故意不想吃飯 而是他可能身心出現一些問題了 例如說當天心情不好 或者是他身體出現狀況的時候 家長一定要馬上注意到 趕快帶他去做就診的動作